送他們倆來上學 靠 一个奶奶 自从我发现这个山以后 我觉得这是一个宝藏 然后我就想每天都来 刚才把那个老大老二 他们都送到学校去 我老公去上班了 然后我回到家之后 今天不怎么忙 然后我就把车停下之后 回家收拾收拾 然后就来山上了 看像不像一个大的背景 好不好看 觉得天气特别好 已经来到爷爷奶奶 阿姨叔叔 他们已经往山下走了 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往山上走 因为突然间想到 哎呀这么好的背景 不录个视频 白侠了 给大家也分享一下 大自然的这个景象 不用每天就靠着墙 这样录也没有意思 然后自从发现这个山以后 也觉得每天上山来 放松一下心情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新鲜空气 听一听鸟声 人生也丰富一些 大家呢也跟着我一起 放松一下心情 不要因为每天的工作呀 生活呀 然后压得自己喘不过来气 对吧 嗯 特别是在韩国这个地方 真的生活压力是挺大的啊 呃 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在认证生活 不管在哪个国家 都在认真的生活 努力的面对生活 嗯 呃 人生苦短吧 对吧 怎么开心 怎么过吧 对吧啊 呃 昨天呢就是呃 跟那个 呃 我家阿姨 呃聊天 呃 因为有很多人 自从我上次 录完那个视频以后嘛 哈 就是我家阿姨 呃犯了一些错误 我监控她 但是我没有给她辞退 呃 当时呢 就是因为我 我确实需要阿姨 大家可能说 你天天都干什么呀 她就需要阿姨哈 呃 就是有的时候忙起来 确实没有她是不行哈 因为我也很累的情况下 就是不能回去 呃 又做饭打扫卫生哈 就要她需要帮助一些 所以呃 暂时找不到阿姨的情况下 我就没有辞退她 然后就最近嘛 我也就是活呢 我给自己减轻了很多 就讲 哎呀 钱都是挣不完的 对吧 呃 就是坚持每天早点回来 呃 把孩子接回来陪孩子呀 然后给孩子做点饭什么的 就是闲来五世 昨天就跟阿姨聊天 然后 阿姨说你每天做什么 我说我干什么干什么 呃 他说他就讲起来 她的人生经历 他就说 哎呀 我以前那个 也是每个月能挣 一千万韩币的人 就是以前啊 他现在应该有五十多岁了 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啊 三十三十多岁的时候 就每个月能赚一千万 那个时候的话 二十年前的话 一千万韩币的话 应该相当于 现在的好几千万韩币了 应该是很有钱的哈 呃 就讲 讲到他那个时候 我说那你做什么呀 他说那个时候 他开了一个汽车修理中心 跟他老公 呃 但是做了 那个当时的汽车修理中心 那个楼都是他们的 呃 那块地呀 大概有一百平方 就是韩国平方 是一百平方 如果是中国的平方的话 就是三百平方 三百三十平方左右的 这样一个大大块的地 呃 当时做那个汽车修理中心 还是很赚钱 他说 一个月赚一千多万嘛 哈 后来 就是说干了几年之后 他老公突然间 因为什么事情 我没问啊 他就说了一句 他说突然去世了 这个我也不好问 呃 因为我看他每次都说 他自己回家吃饭 或者怎么样的 所以有的时候 如果我做好饭了 我都会叫他 我说那你在吃完饭 再走吧 呃 因为他家里 他自己吃饭嘛 他就会有时候 吃完饭再走 呃 然后我也不知道 他老公去世了呀 呃 他就说 我老公突然间 有一天去世了 这个汽车修理中心 就留给他自己了 呃 就很大的一个摊子 但是因为这个汽车修理的事情 一般都是男人做 女人的话 只是负责打理一下 后边的事情 对吧 呃 所以自从他老公去世以后 他就不明白 这个车怎么修理啊 或者怎么样的 如果再去雇人的话 就会增加一些成本 再加上每个人修车的 这个手艺是不同的 呃 大概干了一年多多吧 就是维持下来 就是大概就是维持不下去了 说慢慢的都是在赔钱的 呃 然后他就把这个汽车修理中心 给卖掉了 把这个地 这个楼给卖掉了 他说大概卖了 呃 二十个亿韩币左右吧 好像是二十个亿韩币 当时的话 就合着一千多万人民币啊 就二十年前的话啊 二十多万人民币 他说如果 哎呀 当时坐下来的话 我们现在也是 嗯 比较有钱的人了 呃 然后就讲啊 然后来说他老公去世以后 这个修车中心呢 也维修中心呢 也倒闭了嘛 他给卖了嘛 呃 那时候怎么办呀 他就去 当时这个 房地产 就是销售 因为韩国有那种中介嘛 他们是 如果你想卖房子 必须通过中介 然后去卖 或者怎么样的 但当时那个年代 他说房地产这边 因为发展还没成熟 所以他去考了一个 那个房地产职业证书 就专门去开这个房产中介的 他其实挺厉害的 我觉得 因为一般的人的话 尤其是妇女啊 不可能考下来的那么容易 最起码也是一个职业证书呢 然后他就去下决心 考了一个这样职业证书 因为听说挺赚钱的 他就去考了 考完之后了 就开了一个 因为当时卖了20万 20亿人民币 20亿韩币嘛 应该是也是挺有钱的 开一个中介所 应该是还是可以的 就开了一个中介所 当时他说他的 女儿和儿子才 小学 还没上初中呢 他老公就去世了 现在看来他应该是没有再婚 他自己抚养了这两个孩子 到这么大 继续讲啊 他就是开了一个那个职业 就是那个中介所啊 房地产中介所 他当时说 他说哎呀看别人挺赚钱的 但是自从我开了之后 才发现这个 房地产中介不是那么容易赚钱的 他们就是说买方和卖方 找到这个房子之后 他们有时候会背着这个中介呢 自己去交易了 就省去这个给中介的钱了 这样的话 双方都愿意嘛 所以导致了 有的时候每个月是赚不到钱的 就是干交房租不赚钱 哇 有大飞机 后来也是 他说维持了两年左右吧 然后就是大概维持生活 不赚钱 因为还要公孩子上学嘛 所以他就又不干了 就又辞退了 大概就是 中间又去考了什么 他说自己有那个 幼儿园 就是教室的资格证 然后还有什么那个 料理的 就是他做菜的 料理的资格证 是他这十年期间吧 然后考了好多证 然后准备想开那个幼儿园呀 还想去饭店呀 怎么开饭店什么样 因为他本来手里有资金嘛 后来就折腾了十年吧 他说的是啊 这中间的细节我也没有多问 折腾了十年 大概他的钱可能也折腾没有了 然后也没有 也一事无成嘛 因为我觉得一个女人哈 就是真的是身边 如果没有一个男人的话 男人和女人都是相辅相成的 男人没有女人的帮助也不行 女人没有男人的帮助 更是我觉得生活的会比较累 所以他十年之间没有什么大的成就吧 所以他就开始走起了这个打工的路啊 可能去幼儿园给他们做过老师呀 然后后来又去做这个家政啊 帮别人打扫卫生什么的哈 所以来我家应该不知道是递多少份工作了啊 这之前呢我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只觉得他做事情没有那么利索 然后呢就是不怎么干净 所以他昨天也说跟我坦白 他就说 呃那个我呢 呃做饭呢是可以 这个一方面是手艺的问题 一方面是我学过这个资格证的问题哈 呃而且养过两个孩子对吧 毕竟给他们养那么大 我也是会做一点饭 呃所以但是我呢做家务呢 没有那么利索 就是他收拾卫生啊 因为我看出来了 他收拾家什么的不干净 我说嗯 我说我看出来了 我说你你收拾家什么不行 然后他说嗯 他说我我家的话 我女儿和我儿子都比我厉害 他说我我回到家都是 我女儿和我儿子把家收拾好 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说做饭的话是可以 再就是一个看小孩 因为他本身有资格证嘛 看小孩可以 他就帮跟我坦白了 然后又听完他说这些话吧 我觉得这个女人也挺不容易的啊 也挺不容易的 呃毕竟自己 嗯 从三十多岁 然后把 小学还没毕业的两个孩子抚养这么大 然后呢 呃出来找工作 所以当时顿时呢 我就有一种 对他有一种另眼相看的一个 想法吧 哈 呃其实想到这里的话 真的有一点 眼泪小掉来的感觉啊 就是 其实比较真实的一个事情吧 人生 呃 谁也不知道 呃 谁先走 然后谁后走 对吧 所以呢 活着的时候就 互相珍惜对方 然后呢 珍惜现在应有的生活 珍惜现在这么好的空气 这么好的树林 哈哈 每天呃 出来 讨量讨量身体 呼吸呼吸新鲜的空气 呃 不要每天憋在家里 对吧 不要跟老公去生气啊 嗯 调节一下家里的气氛 对吧 这个阿姨当时来我们家面试的时候 她就一直在说 呃 说 我确实需要钱 我需要赚钱 呃 所以当时呢 我们本来是雇的是小时工吧 七个小时每天 呃 然后当时就觉得 哎呀 我也没有什么事情 然后他每天在这儿 呃 就是两个都没有什么事情的人 在这儿 在这个家里收拾 对吧 呃 后来呢 我就把时间给缩短了 我说 那你就一周 又来搭飞机 我说 那你就一周来三次吧 呃 他说也可以 呃 就这样的话 维持了一个星期吧 后来那个 我老公就说 呃 那个算了吧 就让他每周 每天都来吧 呃 因为当时吧 我每天要出去打包呀 发货呀 什么的哈 呃 也挺麻烦的 有一天不出去的话 就会耽误点事 所以就叫他又回来了 说一个月 呃 就每天都在这儿 周六周日休息 后来就出现 那个监控的事件 以后嘛 我就挺不满意的 呃 就想给他辞退 呃 后来呢 也是我老公 就说 哎呀 你换了这么多阿姨 你都没有 满意的 对不对 你就坚持在用他 一段时间 呃 你你你想 你想纠正的地方 你跟他说 你跟他表达 比如说他有什么 做错的地方 你跟他讲 对吧 所以那个时候呢 就从监控的事件以后呢 我跟他讲 这个家里哪里需要打扫 呃 这个冰箱还需要不需要擦 或者怎么样 都告诉他 所以那个之后呢 他也改变了挺多吧 但是他就是说 呃 怎么说呢 这个人无完人嘛 对吧 你你想着他做饭 还看孩子 还把家里打扫干净的话 呃 其实我觉得 只有只有自己 只有你是这个家的主人 你自己可以做到这样 他们是不会 嗯 做到让你特别满意的 所以从老公给我开导之后 我又跟他讲之后呢 我觉得 也还可以吧 对吧 所以大家每次都在问 哎 那个阿姨还没有辞退啊 呃 我就没敢正面回应啊 因为这个事情 确实是我的错 我把 我把他的错误都暴露在公众之下 对吧 然后呢 我又没有辞退他 确实是我的错 呃 因为他后续也改了挺多 他又说他一直需要钱 但是我不知道他加了近况是这样的 所以呢 我只是觉得他呃 是打感情牌 然后说需要钱 或怎么样 现在这社会谁不需要钱 对吧 谁不需要赚钱 然后呢 然后呢 就昨天 呃 跟他聊天 听了他 讲这些话嘛 觉得 我 我还年轻 我们还年轻 呃 他 觉得他挺不容易的 如果 如果是真的是啊 如果就是说真的 我身边的人啊 有 就比如说我吧 对吧 比如说我到那一天了 对不对 我觉得 我出去干活的话 别人挑我次也是正常的 呃 我呢 又不能尽量去满足主人的心理 对吧 所以呢 哎呀 昨天聊完之后吧 我还是挺 挺 心疼他的 我老公也说 哎呀 这个啊 这个阿姨还是 呃 经历的事情还是挺多的 绝对是一个女强人 呃 因为他说儿子和女儿都长大了 就是都去工作了 每天 很晚才回家 所以他在这工作嘛 呃 回家他也不吃饭 就是在这吃完饭之后 呃 他走 或者是他回家就不吃饭 就直接 呃 喝点酒啊 就睡觉了 当时我以为他有老公 但是没想到他老公30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哎 所以女人吧 还是那句话吧 真的 就自从我婆婆 在听了这个阿姨的故事以后 我又总结出一个道理 我觉得女人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 不论是从哪个方面 就是你想干什么你就去干吧 真的 嗯 你想买衣服你就买衣服 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想去哪玩就去哪玩 我觉得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 嗯 人生苦短 不知道什么事情发 不知道什么事情就发生在自己身上啊 这个 哎 所以 女人想开一点 还是那句话 对自己好一点 加油吧 现在 他们在旁边坐了好多人 是在听我聊天吗 哈哈 给你们看一下 看看这边坐了三个长椅 这大飞机 五五的一楼来 那边还有人一直在走 哇 看到飞机吗 在哪里 没有哎 过去了 现在我要 去山顶了 大家一定要把我的话听完 哈哈 啊